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irpods 我买的是二代的 就是这两天那个淘宝不是搞活动吗 然后我看关店是699 然后那个百亿补贴是669 我就买了百亿补贴的 然后给我寄过来是中国制造的 然后有人说这中国制造 很多人在那个小红书就说什么越南的不好 然后中国的比较好 然后什么什么 我还看到有人说那个lxry 就是这个的结尾的 就好像是什么套牌机之类的 然后我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我就也没那个 但是我跟他连了手机之后 我手机上是显示他的那个保修期是 到2025年1月11号吧 我今天是22号 然后他写的是11号 我也不懂为什么 然后在那个官网搜这个序列号 他写的是不显示 但是有人说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说是那种假的 就是就是什么深圳华厂北 发过来那种 他的那个连接之后 他自动显示的那个名字 是什么UI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这个不是 我这个就是我的iPhone的名字的 二级 所以就是很 就是比较正常我觉得还好吧 然后我这个是中国照 我就挺慢意的 我就用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定他 然后 哎呦我觉得很好用啊 就是就是他只要打开 他就自动能够显示在我的手机上 然后我觉得好棒啊 就是他换到另外一个设备 我还没试过来 我试一下 哦有个mini吗 mini上连接 嗯先把mini的蓝牙打开 就这个能连吗 连上了 然后连上之后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他连接很方便 就是呃就是他连上这个机子了吗 然后就不用管他 比如说我这边放一个 哩哩哩哩哩的视频 随便看一个吧 看这个 哈喽大家好 然后他就是外放的 打开 他就会显示这个 好多好多真的数量超多 特别多可爱 然后不用管他 我只要把这个耳机拿出来 呦 然后塞进我的耳朵 最近好长时间没有录视频 还有好多话想给大家说 然后他就自动连接了 自动连接 就是我的耳朵里面 就会出现这个声音 然后我只要 把它从我的耳朵里面拿出来 他又自动识别已经出来了 他这边就暂停了吗 还有两大兜子 就是好简单呀 这个好轻松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好方便啊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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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